Hello 大家好 又是新片介紹時間 大家記得like和share video 以及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今天繼續跟大家講聖班納犬 之前也講了聖班納印記 以及為什麼聖班納犬在瑞士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崇高 今天再講一些關於印記的細節 我們馬上開始 如果大家有聽我之前用放大鏡看聖班納犬的印記 會看得非常清楚 至於一個普通的十倍鏡都看得很清晰 而印記的右下角有一個英文字 其實有朋友都問我這個英文字究竟代表什麼呢 又是否會有其他特別的含意呢 今天我這個影片都會簡單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好像圖裏面一樣 右手邊 它會有一些不同的英文字母 因為之前的影片都有介紹過 因為要送去一個叫做 一個瑞士的一個官方機構 叫做瑞士桂金屬檢測處 送去這個地方去做一個檢測的 這個檢測其實它在不同的城市 即瑞士不同的城市 都會設立一些辦公室 所以那個英文字母 其實是代表那個品牌 送去哪一個地方去做檢測 而出回這個印記 就好像圖裏面一個G字 我們看看右手邊G 就代表在Jeneva and Geneva Airport 即是在日內瓦 和日內瓦機場的地方去做檢測 都是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資訊 所以其實這個聖班納犬的印記 對於中標業來說 都是強調這句 都是非常之重要 有人問 喂 我買了18K金的錶 但是沒有聖班納犬的印記 那是不是留呢 其實可以從兩個方向去思考 首先第一 你的錶是不是 那隻錶的生產日期 究竟是不是1995年前 因為1995年之前 是用很多不同的 譬如是女王頭 有各種各樣 即是如果要講 又要開一個題目 即是用一些不同的印記 因為1995年之後 才統一用聖班納犬這個印記 那首先要從出廠年份去看 第二就是 重量 那你如果這隻錶是比較厚 譬如像浴士那樣 這些潛水錶 直徑又比較大 又厚 但是拿上手 嘩 比鋼更輕 那你其實都真的心裡有數 因為18K金一定有 即是會有一定的重量 那要看回它的厚薄程 即是看錶的厚薄程度之類 那所以其實這個聖班納犬印記 其實是 雖當然啦 是沒有絕對 但是是比較高成份 即是比較高的機會 去提出一隻錶 究竟它的真偽 即是人家說 喂 怎麼看真假 即是有些前輩都是這樣教 喂 即是你拿到二叔公 當給得出價錢 即是代表這隻錶 真的機會都很高 但有時不是經常都 即是身邊有那麼多 即是 即是你說澳門就有很多當譜 即是你說澳門就有很多當譜 但如果國內未必有很多這些店舖 我們怎樣去用一個比較簡單粗暴的方法 等自己心裡有數呢 其實聖班納犬這個標誌是非常之有效 這個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幫到大家 對聖班納犬和貴金屬之間的關係 更加了解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